当今世界谁是女子马拉松第一人 在2022年3月举办的东京马拉松 赛前并的基调是破世界纪录 所以焦点都放在现世界纪录保持者 肯尼亚的布里基德科斯盖身上 东京并不是破纪录的最佳地点 它能如愿以偿吗 与基普乔格不同 科斯盖在2021赛季并不是太顺 仅排名第五位 而他的强有力对手 是本国的塔努伊和埃塞俄比亚的贝克尔 格布雷基丹和格布雷希拉赛 世界前拾来了五名 让比赛的看点和悬念大增 赛前科斯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成绩 起跑后 五公里用时16分05秒 半程用时一小时08分06秒 但25公里后 塔努伊和格布雷基丹开始掉队 36公里后 他开始加速 一如2019年在芝加哥的巅峰时刻 最终 科斯盖以2小时16分02秒获得冠军 这一成绩也刷新了以色列选手萨尔皮特 2020年创下的2小时17分45秒的赛道记录 贝克尔2小时17分58秒位列第二 格布雷希拉赛2小时18分18秒位列第三 他虽然没有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记录 仍创出马拉松世界历代第三好成绩 在科技跑鞋加持下的今天 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但距离像拉德克里夫 凯塔尼等传奇跑者所取得的成就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 科斯盖1994年2月20日出生于肯尼亚的埃尔格约马拉奎特县 他有七个兄弟姐妹 在2012年的时候因交不起学费就辍学了 17岁时 为了谋生 他开始和他的男朋友 现任丈夫马修科斯盖一起跑步训练 2014年 科斯盖生下两个孩子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这个领域的渴望 2015年 在葡萄牙波尔图首马以2小时47分59秒夺冠 他进步非常快 2015年 在米兰跑的第二场马拉松 就达到了2小时27分45秒 芝加哥似乎成了他的福地 2018年10月7日 他在这里首次突破220 成绩为2小时18分35秒 位列2018赛季世界第四 而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 是在2019年10月13日 也就是基普乔格普2的第二天 科斯盖来到了芝加哥 以未免冠军的身份参加马拉松比赛 当时恐怕谁也没想到 新的女子马拉松世界记录会在这里诞生 比赛开始后 他早早确定了领先优势 10公里用时31分28秒 半程仅用时1小时06分59秒 科斯盖跑到35公里时 仍保持310的配速 并且精英兔子并没有退赛 依然带领他奔跑 最后他以2小时14分04秒 获得女子组冠军 打破陈锋16年之久的世界记录 让在场的前世界记录保持者 拉德克里夫惊叹不已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破记录 科斯盖越过终点线后说 跑步的时候 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的身体 他自信满满地表示 我认为对于女选手来说 两小时十分是有可能的 我会专注于缩短我的成绩 还可以更快 经过2021年的低谷期 东京一战 让他有重拾信心 成名之后的他 与家人一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那些不堪回首的童年经历 也势必激励他向着更高目标迈进 他创造了历史 也成就了自我 好日子从来都是奋斗出来的